今天我出現在日本的福岡 來福岡要幹什麼呢 當然是吃拉麵 因為這邊是博多拉麵的一個發源地 所以今天這一集要來吃博多拉麵Top5 第一間店就是我身後的這個大泡拉麵粉店 它在日本福岡的九流米市 然後為什麼會想要特別推薦這個大泡拉麵 是因為它是很多福岡人心目中 真正的豚骨拉麵創始店 很久以前聽說這邊是一對老夫妻經營的 然後老伯伯把這個豚骨煮太久 就被這個老婆婆罵 沒想到意外的好喝 那個湯非常非常的濃郁 在日本拉麵其實分三大體系 其中的博多拉麵也是台灣人比較熟悉的一個體系 也就是濃濃的豬骨湯 所以今天要來推薦的第一間大泡拉麵 來吃吃看創始豚骨拉麵的味道 走吧 那這邊竟然是要拖鞋師的拉麵店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傳統口味 所以我要點這個吃 然後它還有這個 滾燉 現在就來品嘗一下它 我先來喝一下這個湯 非常非常的濃郁 這真的是濃醇香三個字耶 其實剛剛走進店裡的時候會聞到一個臭臭的味道 但它不是臭味喔 它就有點像是我們的臭豆腐 這個湯越濃越臭 有一個豬的香味 越臭的湯喝起來是越讓人上癮 招牌拉麵裡面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豬油塊 它用豬油塊去熬製它的湯底 這家大泡拉麵有一個特色是 它的湯底是用老滷的方式去熬製 它不斷的把它舊湯底的美味 繼續加在新湯底裡面 慢慢慢慢的煮 就是一個老湯底 越喝越濃 越喝越香 介紹一下它裡面的配料 筍子 這一片海苔 它是日本佐賀那邊的有名海苔 非常厲害的海苔 然後這個肉這麼大片 它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是可以肉量增加 但我就選了一個最經典的味道 吃一下這個麵條 它的麵非常好吃 博多拉麵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麵底都是比較細長的 有時候很多人會覺得 吃博多拉麵它的麵量怎麼那麼少 但不是它偷工減料 是因為他們想要控制這個細麵 在煮的過程中 不會因為煮了過久 失去了麵的口感 故意讓這個博多拉麵的麵量 控制在一定的份量 吃起來會特別的有嚼勁好吃 我要來吃吃看它這個豬油 因為它是用新鮮的豬油塊 直接去炸 我的表情說明了一切 超級好吃 很香 然後它吃起來很像洋芋片的口感 而且是厚片的洋芋片 咬下去有那種豬油的香氣 不會覺得很油膩 因為它炸的其實還滿乾的 感覺那個油都被扁掉了 博多拉麵其實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們有非常多的主料 可以加在一個麵裡 像這個是蒜泥 我再加一點 洋蔥粉 辣油 豆瓣醬 最後再撒上一點這個芝麻 是不是太多了 來喝喝看 調合過的 非常好喝 這幾個佐料加在一起 完全不會改變那個湯頭的美味 另外一個風味 我要來享受這碗麵 來到大泡拉麵 它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裡面有加餛飩的拉麵 感覺很好吃 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餛飩 但是那個皮 好像比台灣的餛飩 在稍微厚一點點 那個餛飩吃起來的皮 比台灣的餛飩在厚一點點 非常非常的有酥的香氣 很好吃 餛飩 第一次吃到我們餛飩的拉麵 很特別可是很好吃 而且你們來這邊可以點這個 有加餛飩的大泡拉麵 讚 OK 吃完了 我第一家麵太餓 吃得精光很乾淨 好了 吃飽了 我買了伴手禮要送給大家 這個 還有這個以前 烏台時代 也就是路邊攤時代的味道 這個要送給觀眾 請幫我把影片看到最後 會告訴你們怎麼獲得 然後我剛剛發現 他們定位表 滿了 現在才早上大概11點 裡面全部都是在地的福岡人 好像沒有什麼觀光客 非常推薦大家來吃 現在去吃第二間店 OK 第二家店呢 就是要來吃這個 圓祖長冰屋 在地很多福岡人 都是推薦要吃這個圓祖長冰屋 因為它算是長冰系列的圓祖籍拉麵 聽說它的湯頭比較清爽 所以現在要去排隊 這家拉麵店是1952年就創立的 看到這個排隊的人潮就知道 它是在地人最喜歡的 它上面只有一種 辣 就是點這個就對了 我發現圓祖長冰拉麵的特色就是 都有小帥哥 感覺是圓子少年 等一下要斷面過來給我吃的感覺 因為他眼神對到有點不好意思 它這邊呢放了這個洗好的 這不是碗喔 這是茶杯 然後它這邊用大鬍子 裡面是常溫的綠茶 對喔 來了 它的湯頭看起來滿清淡 而且它的特色是這個肉 它是脆肉耶 因為一般不是那種大片的燒肉 但這個不是 喝一下它的湯 它的湯非常的清爽 完全不會有那種豬腥味 喝起來不是非常非常濃郁的豚骨 但是卻有濃濃的豚香味 碎碎的這個叉燒肉 所以可以把它擴在麵裡面 好喝 它的肉滿鹹的 但是因為它的湯頭是非常清爽的 所以我覺得綜合在一起 才可以接受 雖然是味道偏重一點點的拉麵 然後這個麵體 維持著博多拉麵的特色 細細的麵 它的麵量其實偏多 我覺得一個女生吃不太完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這裡面是它的醬油醬汁 我按淋一點點 看看味道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會不會太多 太鹹了 大家不要像我一樣下那麼多 是薑絲 我是不是每一次加什麼都下手過重 它的薑絲超級脆的 加下去會多了一個香味以外 也吃得到它脆脆的口感 來到福岡 你們有記得要來吃這個 圓祖長冰屋 讚 伊蘭拉麵 來到博多 就是要來到它的總本店 吃吃它的原味道地的味道 整棟建築物裝潢非常的氣派 從外觀就看到是一個一個大燈籠 剛好今天還辦了這個燈籠的抽獎 等一下我要去玩一下這個 希望我今天可以順利獲得大獎 或許可以拿到一整箱的伊蘭拉麵 很多人喜歡吃伊蘭是因為 它有一個蜜船醬汁 博多拉麵的特色 就是很濃郁的豚骨湯 還有很細的麵 所以呢 我今天就點了伊蘭拉麵的一個SETO 然後我還特別加點了這個 我在那個點餐機上面看到 這個旁邊按了一個大母哥 感覺是必點的 煮好的豚骨肉 然後配合很多的蔥花 然後飯後還有一個 杏仁豆腐抹茶口味 聽說這個也是必點的 我是覺得 台灣是不是也有啊 我不知道 來了 嗨 耶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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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服務員把他的那個簾子拉下來 現在就是進入一個獨享的時光 來到伊蘭拉麵的總本部 它其實是分一樓跟二樓 然後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一樓的座位是屋台式座位 所謂屋台式座位 就是像是路邊攤一大張桌子 可以跟別的客人坐在一起用餐 但是今天一樓沒開放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還是來到了二樓的座位 就坐在這個獨立個人座裡面 好囉 我現在要來品嘗我的 伊蘭拉麵 Sorry Sorry 我剛剛不小心 按到這個呼叫 工作人忙把簾子打開 嗯 有點 不好意思 它這個個人座位 每次我一個人坐在這邊吃飯 都有一種孤獨的美食家的感覺 上面這個紅紅燈呢 就是它的祖傳祕坊 把它先過遠 太好吃了 吃一下麵 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邊就會覺得 這裡的依然吃起來就是跟台灣不太一樣 非常非常的濃郁的湯頭 接下來來品嘗一下這個 非常非常的好吃 它其實就是麵裡面的那個叉燒肉 只是你想要加肉量 就可以另外再點一盤這種 它旁邊有附這個 西味粉 可以撒一點在上面 增加一點它的風味 它的味道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微辣微辣 感覺比較多層次 讚 這個是玉子 它裡面通常會是做糖心的 我來看看是不是 糖心蛋 嗯 OK 我現在吃的差不多了 剩湯 我要努力把這個湯喝完 因為依然拉麵的湯底呢 有一句非常神聖的話 等待我喝光它 為大家揭曉 依然的粉絲應該知道這句話是什麼吧 我終於看到這個底子了 喝的快 肚子都要破了 它上面那邊有寫 喝到最後一滴 是最至高無上的喜悅 哈哈哈哈 就跟我現在一樣 這個碗的高字不見了 我剛剛太興奮都忘了自己 點了這個甜點 抹茶杏仁豆腐 我來吃一下 日本的抹茶就是比較濃 杏仁豆腐的杏仁香 非常非常的濃 兩個加在一起 就是絕配 這我可以吃10個 拉麵我可以吃一碗 杏仁豆腐可以吃 現在進行10秒吃掉杏仁豆腐 冠軍 剛剛吃完依然的總本部 現在我要去猜一下它的 摸獎遊戲 不知道會獲得什麼 我看一下是什麼 它這個是燈籠 看哪一個亮亮的 就可以獲得獎品 天啊 我要來參加 我有三次的機會 來囉 OK 再一次 這個機會其實滿難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白色的燈籠 然後你要按到那個白色燈籠 才能夠得到他們的獎品 來囉 我想說它怎麼那麼久 原來要按一下 我按摩 好 我認真 我運氣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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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了小獎品 這應該是總本部才有的 這是我今天最開心的紀念品 算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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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人的 這家店一定很厲害 大排長龍 我先去等待 Fuku Tien 它是一家四十年的老店 然後它其實是在一個住宅區裡面 但是 大排長龍 它這裡也是福岡人氣店之一 很多福岡在地人 如果你問他哪一家拉麵店好吃 他們就會推薦這一間 然後我先要等待一下 聽說要排隊大概三十分鐘左右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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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等到了 他一走進來看到那個裝潢 就是濃濃的接地氣的老店氛圍 然後沒有什麼很新穎的裝潢 座位也沒有非常的多 但是感覺滿溫馨的 這家店的拉麵價格也非常的親民 只要650元 就可以吃到一碗心意滿滿的拉麵 桌邊上面的一些佐料 也非常的多樣化 像這邊有這個生蒜頭 就可以自己這樣把它壓成蒜 酥炸過的蒜片 這個 我很喜歡加 很香 然後還有這個 蔬菜 還有用味噌調和過的 叉燒肉跟黃豆芽 然後還有這個 拉麵裡面一定會加的 紅薑絲這幾種 算是滿多佐料的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加在麵裡 喝出不同層次的濃郁豚苦湯 來了來了 這個是普通的肉量 然後我點了另外一個 是加量的給男生朋友吃 非常期待這個味道 因為我看到裡面廚房工作的是老奶奶 還有老爺爺 就覺得這家店很像是那種 台灣人從小吃到大 可能對於味道最有記憶的那一種 有感情的麵店 喝一下它的湯 你們看到上面有漂浮著一些 臀骨的油花 但是喝起來一點都不會膩 它其實是有點偏清爽的臀骨湯頭 我覺得我還滿喜歡的 應該有加一些醬油的調醬 有喝得到醬油的味道的那種臀骨拉麵 這家店的叉燒肉比較沒有那種肥肉 大部分是瘦肉的感覺 它切得還滿厚的耶 但是算是我吃到那種拉麵裡面 偏厚的叉燒肉 所以吃起來還滿有嚼勁的 切得很厚 可是吃起來還是很嫩 吃一下這個麵 它這個麵條 我覺得算是拉麵細麵中 偏粗一點點的麵條 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它吸附了更多濃郁的臀骨湯汁 我覺得非常入味 這個麵條很好吃 我來加一下桌面上的一些配料 感覺會很好吃 感覺會很好吃 你們來要加這個 那個味道會更好吃 讓那個湯多了不同的風味 我還點了這個餃子 我非常喜歡來日本吃他們的尖餃 其實他們的皮都非常非常的薄 這個餃子好可愛喔 小小顆的 一顆就這麼大 然後它這裡面就煎得脆脆的 吃起來有一點點像是 喔 它皮非常非常的薄 吃起來有一點點像是 餅乾的感覺 可是它把餅乾煎得很脆 咬下去剛剛還在耳朵裡面有那種 卡卡的聲音 讚 這家店的炒飯也是非常優秀 我看網友都說 一定要來吃他們的炒飯 你們可以看到它那個飯 蛋粒粒分明 然後配了一點青蔥 有一點叉燒的肉末在裡面 超香的 讓人食慾大海 它吃起來非常的濕潤 不是那種乾乾的炒飯 有點濕潤 可是又可以讓這個飯跟蛋粒粒分明 我覺得非常厲害 好吃耶 你一邊吃還可以 聞得到那個 一點點醬油調和的那個香氣 很讚 這家店排隊也值得 如果來到福岡 一定要開車自駕油來這邊 好吃 讚 最後一間店要來推薦大家吃的是 宵夜場的拉麵 因為我們來日本旅遊 是不是通常都會逛到滿晚的 然後晚上又突然想要來一碗 好吃的道地的日本拉麵 所以今天最後一間店 就是推薦大家這個 海明拉麵 它在網路上的人氣超高 也算是我自己私人推薦 因為它是燙頭比較清淡的拉麵 進去吃吃看 走 來到海明拉麵 推薦大家一定要吃這個 魚介口味 它是第一名 它的店內其實小小的 大概只有16個位置 熱門時段需要排隊一下下 但我今天還滿幸運的 一來就有位子 我點了兩個口味 先來吃吃這個魚介拉麵 這上面寫著魚介 魚介這個漢字的意思 其實就是指所有的魚類啊 貝類等等的海鮮 去熬煮出來的湯頭 然後在大阪 還有北海道那邊的一些特色拉麵 就是以這個經典的魚介拉麵為主 所以今天呢 來嘗嘗看這個魚介拉麵 它上面的這個蔥白 切的這樣子碎碎的 感覺還滿可口的 然後這上面有兩塊 炙燒烤過的叉燒肉 我先來喝喝看它的湯了 我先來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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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得到濃濃的鮮魚味 還有柴魚的味道 因為魚介拉麵不只是豚骨 它還混合著魚一起去熬煮這個湯 所以其實它的湯 喝起來還滿清爽的 應該可以稱為叫做 魚湯拉麵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然後我來吃吃看它的麵條 這個麵條也是偏比較細的麵條 我覺得它是有點像是 泡麵的那種微捲微捲的感覺 就吃得到裡面的一些硬的那個麵心 還滿有嚼勁 滿好吃 最主要的是這個湯頭非常好喝 所以喜歡清淡口味拉麵的朋友 推薦你們來吃這個魚介拉麵 還有一個加辣的口味 它這上面是他們特製的這個蜜製的辣 把它擴勻在這個湯裡面 一般我們喝魚湯都是很清淡的口味 很少會把辣加進去 但是吃拉麵就可以來喝喝這個 不同口味的辣魚湯 因為它是有點糖心的 不是非常的辣 所以喝起來其實甜甜的 就會覺得這個魚湯本身已經很甜 加了這個湯心 甜上加甜 就是我本人 來吃一下這個叉燒肉 它的叉燒肉切得滿厚的 因為炙燒過 所以在吃的時候會吃得到它的那種焦香氣 我覺得還不錯 比一般的那種純叉燒 我覺得更喜歡 旁邊的韓國人吃麵 脆啤酒 好療癒喔 還有一個重點 海明拉麵開到早上的六點鐘 所以萬惡宵夜的時光 想要吃一個銷魂的拉麵 就可以來這個海明拉麵 今天推薦了 留言告訴我 你們覺得哪一家拉麵看起來最想吃 就送給你們大泡拉麵的伴手禮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謝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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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